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聚言堂 今天很開心邀請來為嘉賓 你看到除了他之外還有一個PowerPoint 因為今天邀請來James 來自於人人學社 我們做什麼推廣什麼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現在我也想知道多一點 就是叫Be Corporation 的東西 那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簡單一點來說 詳細有理講 其實很多時候企業覺得 是不是可以有良心一點呢? 是不是除了賺錢之外 都可以照顧到不同階層 甚至是我們的環境等等 但是很多時候做了 又沒有人知道 或者我也想這樣做 但又不知道什麼項目可以這樣做 這個B Corp 他們簡稱 正正有200幾條題目 就可以讓人知道 第一件事你可以做到 有一個很好的就是企業 另外的過程當中 或者讓一些人知道 其實你可以遷就著 他的項目 慢慢令公司更加人正化 甚至可以令人覺得 你公司不只是賺錢 你也照顧到很多不同階層 這個時候你交給James 和大家大清師傅 以及講一下真真正正 B Corp 的情況內詳細會是怎樣 好…不如我可能自己介紹 我是Education for Good 的James 其實我們本身是一間 和創新有關的顧問公司 在兩三年前 就開始接觸B Corp 這一塊 就在想 我們之前一直幫NGO 政府、社企創新 是否可以幫商業或企業 都可以做創新呢 就發現了B Corp 的存在 B Corp 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可以說三件事 B Corp 其實是一個運動 由美國開始慢慢推往全球的運動 另外它是一個Certification 第二它是一個品牌 我逐樣說一下 這個運動 剛剛好像Amanda也說過 越來越多公司 就會對環境、社會開始關注 美國就開始有一群企業家 他們覺得我自己做不夠 可否影響多些人一起做這件事 他們就聚在一起 現在暫時有二千多間企業 包括Patagonia、Ben & Jerry 一些地下大的品牌 你都會聽過 他們就開始加入這個運動 開始推廣 會否可以更多的企業 加入我們這個行列 影響一些本身沒有這個心態的企業 都可以做這個轉化 這是成功的 因為開始有一些大副 好像叫做Unilever 他們整個群組 開始有些子公司 不容易 他們很多 他們很多 所以開始由CEO 都承諾集團 可能會向這個方向發展 或者他們的子公司 都開始慢慢變成B Corp 作為一個視點 去影響整間公司 你會看到 其實由幾班人 去到二千多間公司 去到想影響到全球運動 這件事在香港也是新的 因為在香港暫時 只有三、四間的B Corp 慢慢希望從這四間開始 凝聚多一點有這個心態的 一些香港企業家 因為其實已經在 只要他們沒有聯繫在一起 我們又很想 希望帶動他們聯繫在一起 然後在香港這個土壤 迎接好像外國已經發生的事 來到香港 都可以聚多一班企業家 去做一些社會環境好的事 第二為何要說 它有一個Certification 因為這個會是不移入的 意思是成為B Corp 不容易的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是做CSR 做華坦自己的好公司 但可能都停留在Marketing的層次 是真的 或者是本身公司可能賺了很多錢 但就拿少許錢出來做CSR Program 但他們本身的企業性質 可能很破壞環境 或者是質素不太好 或者是外判了不知道在哪裡 然後導致環境很差 所以就有一個很嚴謹 真的會給大家看 有一個System 其實它任何公司 任何大小的公司 任何行業都可以用這個System 去檢視公司 究竟第一 是不是一間健康的公司 健康的意思 已經不是說 你對環境社會好不好 而是本身公司是否健康 即是你對員工好不好 你的管治透不透明 你的government structure 是不是有政策 給別人跟進 一間好的公司 一定是由公司本身好開始 第二就是它對社會環境方面的影響 是不是好 它也有一些標準 有些平核的Guidizer 可以給公司很容易地用 這套系統是免費的 因為現在坊間有很多管理工程師 都要收錢 這套是完全免費的 讓你可以檢視一下公司是否健康 是否對社會環境好 如果你可以在200分內 它有400條問題 不容易 在200分內取得80分 其實就是certify as B Corporation 一間普通公司 可能是三、四十分 就是你真的要做有感想 公司對你的員工好 對你的社會好 對你的環境好 對你的顧客好 對你的公司管治好 你才可以取得80分左右 都不簡單 有些公司我們和它一起工作 可能半年甚至一年 都未必那麼容易certify 如果我們一向都聽到 很多不同的CSR獎 很多不同的award 可能很多不同的ISO等等 B Corporation 對我們來說 其實是一個最高的standard of這堆東西 就是你這間公司 全方位都做得很好 才會取得certification 這就是certification的部分 暫時全球2300間公司 取得這個樹榮 第三樣是怎樣 這個brand 其實是特別對中少企來說重要的 因為中少企 可能未必有那麼多 budget 去做marketing等等的東西 但你可以用B Corp 其實作為自己一個marketing tool 因為你拿了B Corp 其實它會做很多branding的東西 包括你可以印它們的logo 在你的product上面 包括它們會找很多媒體 替你報導 因為媒體都喜歡一些 原來企業都可以做好事的文章 這些故事是在這麼紛亂的社會裏面 是挺吸引的 所以中少企就會 按照這個B certification 你其實是和Patagonia等等 那些公司齊名 這樣去推廣自己 所以是一個良心企業 最高standard良心企業的brand 很多人聽到良心企業 都會很開心的 作為顧客或一般人來說 但當然很多某些老闆 他們就想起良心企業 可能我未必會賺多錢 還要聽你說 400幾個題目 暈倒也遲 真的要平衡兩邊是有點難處 但我也知道 很多時候有些年輕人創業 他們自己有些想法的時間裏 現在的年輕人 就多了一份 覺得我們需要是否使命感會好些 注重環保多些 甚至對人是否會好些 他們心裏面是有這種感覺 只是一直以來 可能大圍主流社會 或者價值觀都覺得錢 如何賺多錢 如何賺多錢 如何可以上市 但有些朋友 可能正正 原來有個空間 有一班人 是同路的 因為如果不是同路 就很慘了 每個人都經常跟他 說錢的事情 但我忽然在這麼有心的時間 就慢慢慢慢 可能淹沒了 正正可以透過這個機會 有一個這樣的尺寸 還要有一班同路人 甚至乎變成一個brand 其實有勢力越來越大 令到更多人 如果他本身有能力 亦有心 亦可以用一個企業 令到世界更加好 這個訓練十分之不錯 好了 這個客店有了 來到香港 很多時候 都會遇到不同的困難 我可否分享一下 你們處理的時間 這是好事 但是只有三間造作 三、四間 發生了什麼事 第一 這是相對新的 我們在香港推了大約大半年左右 在美國已經推了十年 在台灣已經兩年、三年 現在大概二十多間 但不是數量 因為他們的創辦人 去年來了香港 我們帶了他們去跟政府 聊天 做了一些分享 其實他們的願望 不是要把全球公司變成B Corp 他們只不過是覺得 我們可以聚集一群 可能10%也好 5%也好 1%也好 一些叫前瞻性的企業家 然後透過他們的影響力去影響 不是要你成為B Corp 但起碼你做好一點 去逐步改變的Ecosystem 你說的困難在哪裡 我想第一 是真的沒有人認識 我相信已經有很多有心的人 我們平時做很多workshop 講座 才發現他們是很孤獨地走這條路 這樣會是一個開始 我們看到政府有支持 無論是美國或台灣 之前馬英九都出席過他們的論壇 政府有支持 這是一個大方向 只不過是需要時間 第二就是的確是對的 這是不容易改變的 因為很多企業 我們跟他們說B Corp 說社會環境如何好 他們第一件事就問 那ROI是甚麼呢 賺不賺錢 賺不到錢 賺不到錢 我們都遇到這個困難 但我們發覺這群人 未必是我們一開始要接觸的對象 反而是一些有心想做好一點的一些企業家 他們有vision的企業家 又或者看到將來的企業家 甚麼是將來的企業家 我們其實跟一間 做market research 公司有些partner 他們已經做了一些 research 告訴我們 其實現在的千禧後 即是80、90或00後 其實他們期望一間公司 是要有這些理念 才會願意加入他們 其實這個方向是 你將來一間公司吸引人才 會遇到的問題 對 吸引人才 為玩流人才的一個很重要的 element 第二就是 consumer 其實越來越會看 你的公司是否一個 environmental friendly 或者是否對社會好 即是你用黑工的 可能他們已經有點 hesitate 可能combine with fair trade organic等等 其實股客是越來越需要這些東西 如果有些企業家看到這個方向 我們跟他們 work with 當然有些還未看到 這是一個 hurdle 我們便慢慢讓他們看到 大致上都是這兩個方向的發展 而且也是主流的問題 如果變成一個潮流 可能有一群人暫時 這一刻未必很 aware 但發現完 一個有好處 相對來說 可能他們都會跟進 因為剛才說過 就算在現在香港 香港也有很多不同的 CSO的batchel 等等事情 拿開的人便會繼續拿 所以這不是時間的問題 還有說了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千禧這群小朋友 有時候有些朋友 管理層也好 或者公司老闆 他們都很頭癢 都不知道怎麼辦 或者應付新一批的價值觀 可能有一些部分會覺得 他們又不是很高的 還要怎樣也怎樣 因為他們可能找到 已經不是以前那輩子 只是錢的問題 所以這個真的值得去想 當然 例如新創業朋友 可能本身也是年輕人 可能相對地容易 接受新概念 好了 這個基本的背景 了解了 當然實際地 要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裡 其實我有一個iPad 我會跟James 在這裡 一直看著 大家可以看著 但當然 剛剛James提過 這是一個免費的測試 應該去到取消息才需要 有些少許的責任 對的 但是你要去自己做測試 基本上是免費的 上台 上到網站 你就可以自己做 可不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還有為什麼 我會帶James上來 說真的 我都很明白 我自己做生意都知道 我要研究這些東西 都有點吃力 這麼多塊 有人詳細講解 當然會比較好 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這裡有五個格格 五個格格 當中包合的部分 會是怎樣 我這個讀讀就交給你了 我先講一點歷史 這套東西 差不多十年前開始發展 最初的時候 有一個Stanford professor B-Lab 委託他們 去做一份問卷 可否拿一份問卷 去看其他企業的表現 蘇蘇文化等等 然後那個 professor 就跟學生說這件事 學生就覺得 是傻的 有沒有一份研究 可以看所有不同的大小工業 你是否收過錢 最後就慢慢發覺 原來這件事真的不是一個禮物 慢慢越來越多人 無論是entrepreneur 或者各個界別的人 一起去著手 去發展這套問卷 這套問卷 其實包含了五個部分 包括governance workers community environment customer 其實是一份很普通的問卷 所有行業都適用 你可以在這五個範疇中 知道自己的公司 去到哪裏 是高是低 以及這套系統好的地方 就是即時數據 你知道一答完這些問題 數據就會出來 同時可以跟全球企業比較 剛剛說 2000 間公司 certify as B Corp 當然你做這個申請 一方面是為了拿那張sert 但同時不拿那張sert 也歡迎你做 因為我們和一些中小企 談過他們用一套工具 就覺得 原來都是一套工具 讓我們做一個body check 即是公司的管子 會不會有些地方 可能我有沒有幫助理論 去決定一些事情 幫助理論的成份是怎樣 會令你反思公司健不健康 尤其是你創業的時候 去到一個階段 公司要升級 你越需要設計 一些系統 需要有些政策 給同事 這一套是一套很好的工具 去幫助你去做到這件事 詳細說 我們便可以進入這套系統 免費的上網自己申請 我們會在節目下方有一個連結 大家可以按進去 你自己都可以試試做 我繼續講解 這就是我申請了帳戶的一個介面 一開始就會問你最關注的範疇 是甚麼 幫你篩選 我現在選擇 都很方便和顏色 不會太滿 還有他都會有一些資訊 唯讀是一樣東西 全部都是英文 暫時沒有中文 暫時沒有中文 有西班牙文 譯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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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簡體字 台灣那邊和內地都好像在工作 一些機構 對 因為很坦白的 不是說不懂得看英文 而是你花了時間 簡單的事情 用這個modern language 比較方便 同樣 這也是我們的方向 想盡快建立新的中文系統 好 有很多問題問 這其實是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你的公司 你這樣看 如何描述這間公司 這就是問 究竟你的公司 是否一間有社會的公司 這我也想說 其實很有趣 很多時候 人們在公司想想 如何賺到錢 如何賺多少錢 或者是自己熟不熟 但你們問的問題 不是問這件事 是問你有沒有理念 或者是否想達到 很有趣 這個部分 為何會有這樣的設計 其實第一個問題 就是你這間公司 有沒有一個存在的 purpose 開一間公司賺錢 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但你作為一個人 你本身有 purpose 你可能除了賺錢 以自己生存 好像年輕人打工 除了賺錢之外 一定有自己想實踐的東西 這個問題其實是很刑重的 因為說真的 大家可以先問一下自己 你有多久沒有問自己這個問題 因為真的上班到外 或者可能在香港生活 生存不容易 其實這個也很重要 甚至乎你 我猜是有些 例如天使資金的人 他要找一些工作人員 他要如何投資錢 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是那個想法多厲害 或者可能他有多少錢 而是那個創辦人 究竟理念是否那件事 即是否真的做了一件事 或者他這件事 是否真的可以幫助不同的人 他們有時候會看這些相對多 所以一般人 可能未接觸到那些層次的時間 就沒有想過 原來當你越做越大 或越做出去 希望做得更好的話 其實回到基本上 原來是說 你公司有沒有做過一些 裡面有個 叫做理念 就算一個人也一樣 你自己的叫做理念 會是甚麼呢 所以是挺好的反省 真的問一問自己 或者企業 究竟你為甚麼 我們最印象的是 有一間澳洲公司 一個理念就是幫助別人 實現他的夢想 其實他們是一間廚具 租工公司 做了三十年 做路上市 做Micro Finance 想幫年輕人想創業 搞一些跟餐廳有關的生意 但買的材料很有趣 他叫做借給他們 就收一個費用 如果不肯就收一筆 起碼不用浪費了 他就幫助別人收回 收一個好好的費用 正正在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共享 有時候有些資源亦會省上地球不少的資源 最重要的是幫助人支持人做一件事 其實他自己也有好處 有些傳統的中國人的態度 可能我贏你就輸 只是一零,沒有其他人 其實我們贏的整件事是真的可以做到 甚至你可以幫助某些人贏的話 你的機會就會大 這個模式回到另一個角度去看 這部份是挺好的研究 剛才按了一些資訊 這部份是關於員工的部份 關於員工的 你可以檢視一下自己對員工的政策、薪酬、利益 其實最重要的也未必是錢的部份 而是你會不會責任員工的發展 會不會關注員工的需要 可能他是單身媽媽也好 或者是不同類型的人也好 有沒有公司照顧他們的需要 最近也在說女士的產業是否可以多一點和旁邊的人看齊 男士的產業是否會高一點 這些都是人性的表意 甚至乎有些 當然香港也有很多很好的CSR的獎項 他們會鼓勵 例如我曾經聽過原來公司會有些很有趣的獎賞 可能他們會有做運動或公司的餐廳放一些健康的食物 他無非希望員工真的有骨熟感之餘 他能夠生活才能夠留場 這個令到大家都有好處 我曾經見到一個講師說的 他形容是甚麼 員工是橙 僱主是一個拿橙汁的技巧 他真的在現場裡拿橙汁 拿到連橙汁都沒有 他會扔你 他真的扔到觀眾席 所以我到現在都很記得 但這樣來說 其實你這樣炸了員工 可能企業的發展未必可能符合將來新輩的要求 是 再跟Amanda說的女性的問題 我們在台灣剛才參觀了一間律師樓 很有趣的 其實他就變成一個叫子女友善 你可以帶子女上班 然後有些地方讓你玩 有些姐姐幫你托管 因為正常一間企業 可能有些女性員工生個兒子之後 可能流失率是30% 未必他們會回來 但那間律師樓就可以有這個政策 去支援女性 照顧兒子之餘 又可以上班 又可以在職業的工作時間 令流失率只剩下10% 其實是一個玩流人才 非常好的政策 以及不要浪費工作能力的人 當然大家不要小看女性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很有能力 但因為生完小朋友之後 你真的要照顧 你真的相對時間少了 對著小朋友來說 家庭又有些壓力等等的事情 所以這個都頗不錯的想法 以及我相信 長遠來說 如果大家更加清晰這個抗驗 大家變得上班和平時生活都容易融合 相對地大家工作時沒有太多抗拒問題出現 我們回到這套系統 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界面 你叫左上角就會問你一個題目的名字 即是在上面那裏 我們只是看上面那裏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你可以留意到這套系統有一個叫Explain Disk 其實有坊間很多不同的這些工具 我那邊有影響的 這個 坊間很多不同的工具 可能你也要有一個consultant幫你去做 有些管理工程 但這套好的地方 就是一套很用戶有善的地方 它就是可以解釋給你聽 究竟這條問題在問什麼 你哪裏有些叫Additional Information 可以拿到 是一套很自助形式的一套檢視工具 即是你不用去看醫生 你家裏有一套工具 幫你診斷自己究竟是不是健康 當然是給一間公司給一間企業 就不是給自己 這邊就可以留一些feedback 這裏上面有feedback 你可以留一些feedback 也有很多用途 可能如果稿拍會完全不明白 或者有什麼想問 就直接留一些feedback 對 然後這些地方其實是一些bookmark 你這個就是mark for improvement 即是你這個area很有興趣 即是上面這部分 你感到很有興趣 你覺得這部分是我們將來想improve的地方 暫時沒有 你就可以點擊這個線 之後可以回來看 就是在這部分的好處 就是在這裏上面 你看到腳踏的地方 這就是mark question to revisit 可能你填漏一些 有些需要你數據上去支持的東西 即是你做得很好 但實際上數據有多少呢 你可能還未知道 你就去mark一 mark 是一個bookmark 沒有什麼特別 分到下面 這裏就是題目 對 題目 對 題目 這些是一些很基本的question 一些背景先問 究竟你的員工是fix salary 還是daily salary 我先選了fix 這些都不太重要 因為都是一些很基本的information 還有我看到他有一些題目 當初有寫明是計分還是不計分 可能純粹是一個背景的information 可能是重要的 甚至分數有影響 他都會顯示出來 稍後會看到 我多說一點點 這裏只有14題 這裏有課部份 好像有很少 因為這裏叫做quick impact assessment 就是要知道 這裏的文卷 知道你回答400條很辛苦 你不會這麼快回答 但你想試一試 他問的問題是否真的假的 其實他有一個快的版本 大概這裏有50條問題 工作者的部份有14條 就算是給一些忙碌的大家想 只不過是試一試的大家 就有一個試一試的版本 如果是對的 那就繼續做到400條問題 如果是不對的 都可以做一個很理念的body check 明白 很坦白說 有時候我上完課 我寫一些questionnaire 給人填 填多一點點 就沒有人填 這是耐性 通常是這個情況 所以幸好有多個版本 令大家初步體驗一下 然後很認真的時候 要給一些時間處理 這是初步版本 但是問的問題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只要你不會看到分數 因為分數是詳細的版本 才會看到 詳細的版本 但這個介面 你會看到有多一點的東西 它是一個show example 就是剛剛解釋是不夠的 其實你會知道 原來其他 即是你很想提高員工的benefit 當然其他公司 要給你公司名字 他們究竟怎樣做 做到多少個percent 實際上是究竟做了些什麼 等等 其實全部可以給你參考 是一套database 就是你可以學的 即是可以跟其他公司學習 因為我們經常說 B Corp 其實不是一個認證這麼簡單 而是一群人 即是一個真的進步 所以我認為是做比較實在的事情 即不是吹完就算 即是真的會有進步的部分 所以為何會花這麼多心思 進入這個tools 幫助大家 如果有心 即使你還未到 都可以從其他企業當中的ideas 對嗎 對 那就學習吧 In practice 就再practical In practice 超級practical 就是你真的想做 例如你見過的example 真的想落地 不只是寫了一個法律就算了 而是想融入公司的時候 究竟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這裡有整個guide line 有一個手冊給你 就是可以跟著 原來可以先做這些量度 然後有些guide line 讓你跟著 就真的由你不明白 令到你明白 令你不知道怎樣做 令你知道怎樣做 去到你真的做的時候怎樣做 都會教你 其實是一套很自助的工具 是自己都可以完成的 我正在想要很勤力 反映是否有短的video 因為就是看一些大事 就是民心 都是在行業的 有時的時間 或者集中力的時間 不是不想做 而是很認真 要看很多東西 要有集中精神 那一刻你就會容易消化 當然是互相的 其實都是一個 你們可以再進步 因為相對的 你都是想推廣大家熟悉 而是整件事 大家怎樣最users friendly 其實是一個挺好的互動的部分 這裏就知道了一些practice部分 即是之後才填下的部分 幸好是tick 就是box 大部分都是tick 有九成以上 都是MC形式的box 其實看條問題是比較複雜 但答問題其實一點都不複雜 這裏就真的問你 你究竟有些什麼利益給你的employee 你可能有些retirement plan MPF Helf insurance 等等 這些有趣一點的 可能是stock auction ownership 因為B-club也很講 究竟員工 有份跟著這間公司做事 究竟對這間公司有份 有沒有份 反正的意思是 它是否屬於這間公司的股份 等等 或者股票等等 譬信那些大家會很開心 當然 希望更加資源 最好 覺得公司賺錢 是跟你自己有關 其實是很理想的部分 但當然 真正正正 在運行業的時間 很多人都會遇到不同的相關問題 而且很重要的是 我想分享給你 但你離開 我昨天都對朋友聊 他們都說 不是不想不請 可能一年後就離開 可能這一點的股份 增加他們的貴屬感 可能令他們流失的情況 相對少許 而且他們都是給你一些提示 給你一些框架 不是一定要做 不是這個一定是最好的提示 只不過是一個brainstorm 讓你去想想 這件事我們公司可不可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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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給你一個選擇 好像給你一個餐牌那樣去選擇 不是說這件事都好吃 不過我們知道 有些東西其他公司吃過是好吃的 我現在推介給你 這個部分 我進去的時間裏 這裡還有其他相關問題 是嗎 一直下去 其實我們很快地去看 這可能與living range有關 你是否給員工 究竟能夠生活 因為最低公司未必是 香港能夠生活 這件事是很大的挑戰 公司能不能生存 與你一個員工能不能生活 這是相對的很大的矛盾 對 香港的living range 我看過一些數據 可能是14000元左右 會不會是above市場水平 5至16% 不是太多 讓員工覺得這份工作 做下去真的可以生活 而不是覺得像living range 都是一個反思 不是說這件事絕對好 或者每一間公司都要用 或者在另一間公司生存的階段 可能這些事情要以後才考慮 因為剛才你的數據 很坦白說 我沒有一些研究 我可能不知道香港這間 我給了員工的價錢 是about or below 怎麼辦呢 這裡又沒有香港的資料 的確是我們跟很多公司做的 他們都會質疑的 因為有些問題是美國基礎的 尤其是問一些 你會否聘請有識人種 甚至於在香港 你會很少問這些問題 這些你當作參考 看看其他國家怎樣做 其實對香港有關的 就放在一旁 真的跟香港有關的事情 即使你可以在網上找一些資料 或是你之後跟我們 其實我們不是想 有一份文件這麼簡單 而是想香港有一個社會 我們接下來都要形成這個社會 定期都會搞活動 其實來到一起 認識一下朋友 結交一下商業的夥伴 互相交流一下 這些資訊其實我們很樂意 互相分享 我想重要的是 這套工具是一個開始 最重要的是 希望大家在香港可以聚在一起 互相學習、互相進步 這就是薪酬的幅度 究竟會否是CEO拿了所有錢 然後最底層的員工 你公司很透明 做到無限OT 即是上肥下責 已經很公開 這些可能是其他利益 除了錢外還有什麼特別的利益 一般人來講 未必想這麼仔細 但經過這個測試 其實他真的會分得很開 連大公司都能夠滿足 何況你小公司 你的眼界會比較寬 沒錯 這些就是在講 employee handbook 尤其是anti harassment policy 可能有些跟LGBT有關 即公司是否LGBT有線 這些 policy如何去包容其他員工 其實這裏有些政策層面的東西 為何要講這麼多政策 就是因為B Club很相信 希望公司可持續地發展下去 這是很重要 沒有人想著會收拾 是的 但很多公司都可能是老闆話事 然後制度就是老闆話事 但一間公司 如果有投資者進來的時候 的想法會不同 或是公司一旦要賣盤的時候 那些員工可能又要全部 跟另一個政策去做事 他很希望公司就有這些政策 例如你是一個藝人 你是很想這間公司 有30%的時間 賣盤進去做一些社會性的事情 你如果想這間公司的 purpose 是留在這裏 或者只是接一些 跟自己理念的 project 你如果有一個框架 將它規限的話 另一間公司之後的發展 都可以朝著這個方式發展 而不會被大律 這是很重要的 我想知道 會不會偏向華人的企業的 structure 再比重老闆 單一說話 例如外國可能都放在CEO等事情 但華人的社會比較 是正確的 尤其可能是家族企業那一類 會比較 就是比較舊的一套管理系統的模式 通常都是老闆說話 就是怎樣 但你會看到有些變化出現 可能再說多一點 我們繼續下去 這就是有多少日假 假期的基本 正常會有的事情 其實都很方便 雖然我們在這裏聊天 其實是很快的 如果是自己做的事情 例如按一下 一邊做 就會一邊完成 不同的部份 我們一講一講一講 都去了八條 而且你見到下面 這些是回答的 那些 例如有些回頭 想自己再回答 應該可以按回 回到之前的部份 去更改回答案 而且它自動會自動 即是不用一次要做完 很重要 如果不是不見了 所以有些CEO跟他聊 我們用了兩個月時間做 每兩三天就抽半個小時 進這個系統後慢慢做 當是每天為公司檢查一下 都很誘心 有些人覺得這個不是直接賺到錢 但實在地是長遠發展 有很多事你之前的準備功夫都需要有 那你填在後面這部份 那會不會提供同事給同事 尤其是Facible Working Hour Tending Communication等等 即是讓同事多些空間 這些可能是其他的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即是重視同事的發展 即是否給他讀書等等 會否給他進修等等 不要小看這些部份 其實都真的需要 整個變得太快 無論是他的professional 或是non-professional training 都會給他 有些部份都會有需要 然後這些就是 如何取得同事的feedback 因為你想同事進步 其實他們是需要feedback去進步 有些公司可能每年會review一次 但可能只不過是拿來做一些 申筹調整 但對同事來說 是否真的是一個learning process 即是否是learn from 上司或同事的經驗 其實有些工具叫做 例如360度feedback process 就是讓你拿到你的上司 你拿到你的同事 拿到你的顧客 拿到你的下屬的經驗 或者對你的看法 然後你可以做一個反思 究竟在未來的年 例如我作為一個員工 我想在personal development 在公司的development 如何發展的時候 就可以基於這些feedback去做 這些工具都有提出 你可以使用這些工具 隨時上去這些show example 當然這也不算很困難 因為大部份的公司都有員工 所以這一部分應該算是 不會很嚴重的部分 我們還有兩條是前往 我們去到下一部分 因為有些比較少接觸 譬如政府的比較少接觸 這些就是其他部分 這些就是有沒有量度 究竟員工的滿意度和參與度是多高 你只是來檢視公司是否健康 有多少個百分比的員工 就是剛才提到的問題 究竟是擁有這間公司 有多少股份等等 事實上你很容易 將這間公司真的要拆開 因為你真的要回去看看 究竟自己的情況是怎樣 這些可能跟流失率有關 如果看到流失率高 其實你也要留意公司 會不會有些問題 要留待處理 完成了關於員工的部分 接著去下一部分 我做的時候都頗喜歡 因為顏色不同 一個人會比較開心 關於一個社會 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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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 不一定每個商業都有關係 但有些商業是想為社區做些事 可能有些打正旗號 想為香港建立香港品牌 或者想輔助青年人的創意工業 這些這麼有 purpose的公司 其實在這個問卷中可以正正反映出來 當然你們這個營光幕看不完 你們要記住 一邊上去網站 你們自己做的時候 有些細節可以再看 因為我怕鏡頭太細 我們簡單去增加的時間 透過James說一些概念 你會基本上知道你會回答什麼 這條問題其實是一個很概括的問題 這條問題其實包括我們之後的事情 你看到幾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第一點 究竟你會不會為社區製造就業 所謂製造就業的意思就是 基本的一間公司 如果你為社會製造就業 其實就是提升經濟發展 這是最最最基本的 那間公司可能不斷成長 持續請人當然就好 越來越多人找到工作 尤其你找去做的人 不一定是最擅長的人 可能是一些本身有少少困難 找到工作的人 例如商談事也好 或者是一些低學歷的青年人也好 但你這間公司也願意請他們 去訓練他們的話 那就更好 即是兩個層次了 第三其實就是給稅 這個很基本 這個也沒什麼特別說 然後再增加一點 就是再困難一點 就是你這間公司 會不會是一些 Selfic Organization的Members 你究竟會不會真的參與社會 例如你這間公司 可能是在做一些建築 或者是一些Hardware等等 那些公司的經驗 其實對一些環保機構來說 是很重要的 因為怎樣去節能、環保 怎樣去建築 等等那些器材裡面著手 如果你參加到這些社會 其實可以互衛互利 互相去了解認識 然後你的公司也可以 去一些有社會的機構 然後再到下面 就是會不會有些 Purchasing或者Partnering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因爲我們很多 Selerman公司做得很好 但你很少會想 你的Supplier做得很好 尤其是你做一些建築 那些 你是不是用一些環保的物料 去生產這些物料 或者你製衣服的時候 香港其實很多公司 是一些本土的品牌 是一些出版的 Fashion 那生產 是不是叫做 Environmental Friendly 或者Social Friendly 你是不是找回當地生產 還是你去了大陸生產 然後又不知道 找了什麼廠去生產 如果你在香港生產 一來大家知道 我在Hong Kong 第二就是 你都會支援香港 在香港工業的復甦等等 那這方面 會不會考慮到 當然工業可能更難 但是香港的服務 可能是Legal Service Accounting Service 或者IT Service 支援 你是不是用回本土經濟的東西 instead of outsourced 為了便宜 當然這也是一個 很合理的商業決定 但是一間公司 可能去到一定規模的時候 會不會將你的10% 20% 去考慮Supplier的 performance 是怎樣的 我剛才聽到 有些像 原生的認證 它都有要求 你的水 你的泥等等 由最原本的部分 去做得好 你才可以告訴別人 你是自然的 只不過現在放在生意上 就是你們的Source come from 哪裏 人等等 你的Source 如果真的可以幫助 這個社區 或本地社區 你又可以拿到 這個Source 這麽漂亮的 brand 你要明白 自然都賣貴一點 所以如果某程度上 企業或公眾的認知高了 可能你們本身的Value 也會提升 也不奇怪 可能我都可以講個故事 就是我們上個月去多倫多 參加了一個B Corp 全球的會議 其中有一間阿富汗公司 它是B Corp 但是他們在阿富汗 是一間最大的電信公司 當作是香港最大的電信公司 他們都有200多個員工 當然其他服務聘員更多 他們剛才6月不幸 在公司門口中遇到炸彈襲擊 令公司的員工失去三十多個生命 是一件很慘的事 但是為何會突然提到這件事 就是因為他們很直跟在社群中 他們的供應員 他們的員工朋友 或是他們為當地製造的就業 其實所有社區都很擁戴這間公司 當他們真的發生危機的時候 其實整個社會都支持他們重建 去製造他們的行業 想他們快些康復 甚至他們的行業夥伴 是願意借出他們的辦公室 即不是行業夥伴 而是其他電信公司 是願意借出他們的辦公室 叫做你們可以先過來 我們在這裏工作 即是你見到威力 作為一間企業 如果你是直跟於本土 其實那個回饋會很大 回到人的互助 那麽好的美德 如果在成本上搞不清楚 或是想著也搞不定 原來回到互助這件事 已經解決很多問題 這真是頗不錯的一個例子 我們有了解多一點 其他做生意的朋友 原來不是向錢看 反正中有其他方法 都有機會減散成本做得更加好 這個部分裏面 搭了的時間裏面 是否難以向一般公司回答這條題目 都難的 尤其香港不太多公司 真的會想和社會怎樣去做 即是寫企多 寫企多 或者有些CSR program 例如sponsor 或者host event for community 都市場比較多 市場比較多 不是沒有的 但如果你想深化這件事去做 其實這就是一個好的朋友 反正都要有錢 你不需要每次都去探老人院 每次都去綜合樹 你想會不會做的時候 strategic 做得好 反正都有錢 你會不會真的想做一些效果出來 其實這套問卷就是 幫你反思究竟 當你做這些CSR 扔錢出去做社區的事 是否真的能收回效果 這個份卷就是 讓你看到其他公司 原來扔錢出去收回效果 剛剛那個case 其實就是reduce公司的risk 即是當你發生什麼事 要如何reduce the risk 以及你跟社區 那個Stakeholder 如何支援你的生意 下一條 過程當中 其實真的問得 就是問一些細節 例如你的員工 實際上數字上提升了多少 這些真的很dependent 每人公司 所以我們可以快一點 隨時要去這些部分處理 其實都是說社區的部分 一些成長等等的事情 數據等等的事情 當然對很多公司來說 真的是一個新的理念 我知道如果你不明白 除了在看資料之外 都可以找你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現在其實是 feel free 大家有興趣申請bit club 也好 或者想要一些意見也好 或者想加入這個community 我們這個community也好 無人歡迎 隨時 drop個email給我 或者Amanda 我們看看可以怎樣 令更多人參與這場運動 當然星期今次的節目 我也希望可以更多人了解 我們去過了這個community 可以去到下一段 我們快一點 因為有些朋友 會想 其實這一部分 我未必立刻 我公司做到的話 可能未必會擔心這麼多時間 以及真的 剛才說了五大範疇 要做這份工作 剛才你說的公司 每日比半小時都要搞兩個月 不要想這是一個很煩的事情 但有時候你解決了 你得到的回報 可能給錢 純粹單純的回報更高 也會不奇怪 所以我們有一點耐性 好了 你們看到綠色 就是跟環境很大關係 很多公司 好像說沒有關係 但其實很簡單已經做到 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這個環節裡 環保部分 究竟會包含什麼 基本上跟剛剛說一樣 你看到這幾條問題 其實已經包含你之後 看到的問題 可能我們只要專注於這條問題 第一件事 其實是會不會 鼓勵到同事 可以去做一些環保的事情 很簡單 提醒他們關燈 就是刷子 刷兩邊 清潔 那些很簡單 最基本的 但不提 可能真的不做 我上兩位嘉賓都說 我經常忘記椅子 那些東西 其實真的很簡單 很簡單 做少許便可以幫助 甚至現在 基本上我們已經不用紙 當然是上網路 其實已經是保護環境好的部分 那些問題 就是反思一下 後面有些問題 就是反思一下 是不是有這些政策 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在美國 其實有一間回收公司 他就出了一個桶 我們經常都要 藍廢子王女冠 非交樽 他就知道同事 就不會喜歡分類 因為這麼複雜 全部都放在一個桶 就算了 他們有一間公司 專門做回收 就做了一個桶 就說有哪些東西可以回收 不是每樣東西都可以回收 但你知道這東西可以回收 就放在這個桶 之後就會有人分類 挺好 製造了一個新的工作崗位 對 公司便無任歡迎 我同事就不用麻煩 想這麼多東西 一個桶就完成了 就叫做 幫助到同事去做這個行為 就是很簡單的事 你給同事一點點提示 方便給同事一點點 那些同事就會做 真的 不是大家的心態上 都希望環境好 因為我們的子孫 甚至乎我們在我們再生的時間 都想在地球生活 可能有一點有因 他們會做得更加好 這個是填了 大約他會知道後面的題目 是相關關於這個環境的部分 是嗎 之後那些可能跟複雜有關 你既然有關公司 通常你都是租地方 不是很多人會買地方 如果你租的地方 那間公司的硬件 你會不會跟業主談一談 究竟怎樣令到更加節能 更加 environmental friendly 這個也會鼓勵 不是鼓勵你自己做 而是跟不同的 stakeholders 溝通 跟你的業主溝通 跟你的僱員溝通 令到公司變得更加 environmental friendly 挺好的 原來做這些資料都可以處理 我們填了一點點 等我們去到下一部分 其實十條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但這是一個提醒 還有要多多個友人給同事 其實我們是屬B Corp 所以大家要記住 要對環境好些 都是一個訊息出現的機會 這些就是一些工具 讓大家量度用電量和電光 我想知道香港有沒有 有些很普遍的 例如說energy star 例如說幾顆星 用一些冷氣也好 或者雪櫃等等 也會有這個 香港也會有 這些很簡單的時候 可能價錢真的差不遠 甚至沒有差別 究竟你會不會選擇一些有節能的工具 這不是環保那麼簡單 而是幫你節省電費 是真的 這是很重要 在選購的情況下 還有同事會買東西 他們就要留意 有些guidline 同事買的時候 幫公司節省錢 然後又環保出了分靈 同事又可以學到更多環保的東西 這就是三贏的 這也重要 其實有些guidline 有些人沒有想過 或者是不要犯 有的話就照做 其實都可以很簡單做到 這就是講子女 即是講印刷子女 尤其是公司很多document 但大部份公司這個都做得不錯 因為傳媒都放在網上 廢話是印 這就是越來越好 那就不用擔心 這些就未必是好關事 可能跟一些用水很多的工業 可能會有酒樓 洗衣店那類 那類可能比較適合 普通的服務公司 你剛才說過 有些題目真的跟我的工作沒有關係 那我不太能填寫 會不會在這樣的原因之下 我會分低了 在最初可以選擇你是甚麼業務 我剛好選擇了一個 高環境的服務公司 所以會有少少不同 在前面已經有少許分類 但是你都要放心 這就是會不會有些環境管理系統 我們經常都說 你要管理一件事 首先你要去測試一下 如何測試到一些東西 就是第一步 你會不會有些系統 很簡單 不需要想這麼複雜 就是電費、水費 至少會看 你知道會不會多了 那不需要很大的技術 只是看就行了 但你會知道 為什麼會多了 你才會反思公司是否有些事情可以做 那也是一句 幫老闆省成本 對嗎 對 然後這裡也差不多 都是水的資訊 其實你們有這個水費和電費 已經好像發生了甚麼事 這個就是… 不要緊 這個是我的機器的問題 這就是特別一點的 你考慮你的產品的時候 會不會將它設計得environmental friendly 就是說你會不會包裝少一些 既節省成本 亦可能對顧客來說的負擔不太重 當然有些時候 你的產品可能真的要包裝得很漂亮 你才能買到外出 那不要緊 但是想一下有沒有辦法 可以減少 沒有那麼多配件會不會更好 等等 讓你去反思現在會不會 究竟自己已有的產品 是太過… 不是environmental friendly 這樣 你令我想起 我想問你 日本有沒有公司是做別國的 你說你這些包裝就留在日本 日本暫時只有兩三間 他們都起一步 我們都跟他們 其中一間公司有見過面 就是Patagonia 日本的各個分公司 一個十分別的自家 其實他們就覺得 日本其實都需要 但是暫時就是慢一點 就沒有那麼快 他們的傳統或者可能 他們一般的想法 都需要多一點時間去突破 可能 是的 我們大約知道 究竟不同地區 都有不同地區的問題 以及他們本身的文化 都影響了公司的 structure 這些就是跟氣候變化有關 即是greenhouse gas 這個好像更遠 更遠 即是普通的公司 香港大部份 相對 我不會說完全沒有 相對少面對多一點 我們這個完成了 這個 這個應該是最和大家關係的 因為每個地方 每個公司 都會跟當地政府 都有很大的聯繫 當然 政府的部份 又跟每間公司 有聯繫 但又不是直接聯繫 這些部份 這部份 其實最主要是 起點 就是講講公司的管治 究竟你的公司在法規底下 究竟是否一間合格的公司 你不論是否合格 即是合格 然後你的公司本身的管治模式 即是政府管理整個市民 你管理一班員工的時候 是否一個透明 是否一個會可問責 是否一個有structure的公司 有制度可以跟進的公司 這就是讓你檢視公司是否健康 這部份是蠻特別的 我們跟不少中小企的老闆 看完之後 他們發覺 原來真的沒有想過這部份 我看完這部份 我都覺得 是令你眼界闊一點 因為平時在你的商業口裡 比較少去遮蓋這部份 對 即是看著發展產品 服務 賺錢 這部份 其實是公司有structure 你如何管理一個 大 即是叫做上軌道的公司 一個參考的對象 例如這個 例如這條 第一條 這條問題 其實很直接就是問你 你會不會有一個好的 governance 和財政 其實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你會不會把你的 財政數字 和員工公開 會不會有些 financial control 避免員工可能在中間 真的有些不好的行為 是否可以避免 會不會定期有staff meeting 去engage同事 去給予意見 而不是一言堂 等等 這一堆其實都是 令到公司 一來更加穩定 不會出現 一、兩位同事 一、兩個manager 出問題 整間公司就倒閉了 而是真的有監察 有定期去report 有documentation 尤其這間公司可能是涉及 有幾個人一起做 或者是員工 都是來自不同的地方的時候 越來越多不同的員工 就要有這些 policy 去避免有人的因素 影響到公司變壞變差 我覺得也是保障每一個公司 是的 這也是一個框架 讓大家反思 這些細項 你自己做 自己開網站 即是慢慢做 剛才提到內部 這是外部 外部 究竟這些audit 在香港就很常見 正常會有的 這個比較特別的 叫advisory committee 第一個 advisory committee to provide advice and guidance 你這間公司 可能會不會 有些stakeholder 可能你沒有想過要加入 你可能打算搞一間 organic farming公司才算 賣 organic product 純粹想賺錢 但有沒有想過 你可以找一些advisor 回到環保方面 或者是business 但有些理念的businessman 或是創辦環保 健康的企業的人 成為你的advisor report 令到更加給予更多意見 這間公司 其實這是可以考慮的 即是拿多一點意見 會不會有一個 board of director 去決定所有事 不是一言堂 而是會不會有一個 board of director 有員工的代表 可能有五個 會不會有一個代表員工 去為公司的方向出一份力 會不會有一些 叫做external的 board of director 例如來自NGO 來自政府 或者來自不同的其他business partner 因為你都會想 和你的business partner 一起growth 會不會其實他都可以 有份了解你的公司的發展方向 令到深化大家的合作 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方向 就是如何把公司連結到外面 當然當中這些部分 作為一些公司老闆 其實想多一陣 其實對公司的成長 都比較健康 這個其實再深化一點 就是真的有一個 board of director 這個其實就是教你 如何成立一個 board of director 其實都當作是一個 guide line 你可以學到一樣東西 究竟會不會去看 board of director 負責去看薪酬 會不會有不同的members 包括來自一些員工 包括會不會有independent members 即叫做non-shareholder的members 其實這間公司不只是 shareholder當然是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但整間公司的發展 如果只是shareholder去主導 未必是發展得最健康 剛剛都說過 包括員工 包括其他 external的人 如果有他們的意見 令公司發展得更加好 更加inclusive 和其他員工 和社會更接軌 會不會每間公司發展得更快 這個其實是比較方向 大家去想 還有我相信 有些公司他們自己也可能有 有些前輩等等事情 只是沒有明文規定中寫下 只有給他機會知道原來寫下了 或者可能你清晰架構 對公司的發展也更加好 還有我相信那些前輩會更加願意去接軌 因為你問他拿意見 這樣就很informal 當你真的找他成為你的advisor 變成你的aborder的一部份 會不會其實是一個engagement process 令他更加可以將他的經驗 他的一些過往的資源 帶入你的公司 這個值得考慮 這個就是最後一個問題 會不會有mission statement 就是你又是一個entrepreneur 你是一間創辦公司的人 你好有理念 但你會不會將這個理念 跟同事談論 落節衝到一個大家都同意的理念 然後整間公司朝著這個方向走 好像剛剛提到澳洲公司 他的理念就是想令青年人 可以實現他的創業 在餐飲方面的夢想 如果這是你的mission 你就寫下它 公司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錢當然重要 但未必是第一位 而是這個mission 我同事做到這個mission 同事賺錢 即是我真的要站在那裡賺錢 才會知道公司最想做到的事情 當大家同事同事朝著這個方向走 公司就會更加聚焦 其實很多時候 尤其是中小企 或者start up 的公司 人少嘛 人少是曾經說過 說成兄弟幫 大家要一起努力做這件事 才會走上去 但這些部分都是來自於 創辦人的理念等等的事情 你寫得清楚一點 大家了解得更好 不是更好嗎 當然這部分是短一點的 四條而已 基本上已經完成了部分 我們還會去到另一個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叫做impact business model 即是剛剛講公司內部 一些operation等等的事情 這個impact business model 就是問你是否對外產生的impact 那些impact 可能真的 我們看下去 都是看下去 比較清楚 這些部分 其實真的要說的話 和很多公司都很貼近 是的 這個比較特殊 我們叫做mission log 這個可能要講到一點故事 就是美國推B Corp 不是想推一個非常簡單 而是推行立法 美國大概有33個州 已經有一個叫benefit corporation的立法 這個緣起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再講前一點 就是B Lab創辦 創辦B Corp這件事的創辦 當年他們有一間很成功的 做鞋子公司叫M1 其實是僅次的 Like之類 但是他們賣了盤之後 就發覺明明 我們這間公司對員工很好 對環境很好 但是怎樣呢 這間新公司就轉了所有東西 原來發現 如果這間公司 要可持續地在這個方向發展下去 其實要有立法的身份 原來我不是註冊private company 而是註冊Benefit Corporation which is a Benefit Corporation 就是可以寫明 我不是為了maximize股東的利益 而是可以maximize所有的stakeholder的利益 令到整個社會所有員工 和那間公司一起成長 他們就發覺如果有這個立法 被公司註冊成為Benefit Corporation 就可以避免很多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美國可能出現的情況 就是原來博物管理員或CEO 決定公司做一些好事的時候 which is 股東覺得 哇來了我的利益 大家在腦中已經想到香港很多情況 可能是這樣的 我就會告那個團隊的management team 因為經常都說 猜到利益是最大的 會影響他們的決定 making 他們覺得不行 無論是我們推廣的東西 原來沒有一個legal support 是不可以的 他們就開始在美國推動立法 暫時三分三個州 而意大利那邊都立法 然後大約全球有五個國家 現在正在準備立法 準備立法的意思是 可能有些人在做 research 有些人已經跟立法會的人 正在談論 包括台灣等等地方 香港呢 我想知道 香港是慢一點 我們還未到達那個階段 可能我們有上下B Corp 幾十間 我們看看會不會處理這個方向發展 也只是半年 要用心努力 這個方向發展 就是有一個法律身份 能夠避免利益 因為我知道很多新創業的朋友 或者很多時候上來 我的節目裡面 很多創業朋友 他們本身都很有心 但也面對了很多實際的情況 令他們不知怎麼辦 因為你現在希望 會有多些人支持 但也希望他們有回報 這部份 如果有一個立法 甚至公平公開 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相信對創業者來說 有幾好的意思 可以做到 後面呢 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最主要的 就是究竟 你說這間公司 可能是一間好的公司 究竟你對真的產生了什麼好處 這是有幾個方向 第一 我再說多一點背景 其實這些所謂的需要 都是一些商機 你解決這些問題 即社會問題 可能說青年人沒有生氣 其實是一個社會問題 如果你想想方法解決這個問題 可能說台灣的做法 就是有些 叫做co-living space 香港也有 香港也有 如果你找到一個 business 做這件事 你有解決到社會問題 又賺到錢 其實是最棒的 這個部份 就是幫你去想一想 其實你的 business 是否有些地方 可以解決到社會問題 而那些地方 可能是未被解決 而是一個商機 這個地方 就是讓你重新渗試自己的產品 包括什麼呢 包括香港會不會有些 basic human needs 尤其是愛國 有些水、電 香港就未必會在這個情況 但對香港來說 住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 education 雖然現在每個人都說有教育 但可能有些 creative education 一些制度以外的 education 這些可能都是 basic human needs 究竟是否有 provide 這個可能就是一個方向 去想一想 會不會香港有什麼 need 是否 satisfy 而你又想到一個很創新的方法 去解決這些人的問題 這個就是一個商機 然後再下就是 你會不會提升那些 health 就是幫助你的對象更健康 當然你可能是organic product 或者一些 health product 可能就做到這件事 很直接的 就是為了你的顧客 帶來了利益 再下就是一些 knowledge Education 上面 或者是一些 叫做 這個就像社企多一點 就是environment economic opportunities 就是一些 叫做 disadvantage 或者沒有那麼多優勢的族群 例如說disabled人士 農人 盲人 或者是一些家庭住戶等等 其實不是說他們沒有能力 而是他們沒有機會 你的公司會不會提供一些機會給他們 香港不是一間B club 一間社企 其實令我們很impressed 就是它就知道殘障人士 其實他們雖然活動不方便 但其實他們是在辦公室裏面做到工作 然後類似成立了一間公司 專門做一些接線服務 那些原本找不到工作的論議人士 他又可以找到這個接線服務 而那個接線服務 一向請人都覺得困難 因為不是人人喜歡做這件事 但對論議人士來說 哇 我有份工作 其實很開心 又不用動 很開心 其實令到他們的流失率下 要管理人士的問題 就更加減少了 這不是一個對外的商機 但對內的管理其實也是一個機遇 這也是一個 即是你又解決到社會問題 又可以發揮這班人的所長 然後又可以幫助你生意的operation 其實是一個最好的局面 你也給了一些想法 有些朋友想要再創業 在這部分裏面 你只做這一個題目 可能會brainstorm你一些事情 是的 後面那些就是支援多一點 即是你的公司是否可以給到一些意見 給到一些方法 即是你很直接 你是生產一些LED燈才算 其他公司安裝LED燈 其實已經幫助別人省電 這些幫助自己 又幫助別人的工業 將一些東西引進回香港做 或者是怎樣是否做到 這些都可以考慮 其實你在這裏講的事情裏 這些全部都是商機 有些人覺得做來做去都是那些行業 但其實就是 最初來都說 你是希望創意的部分 有一些事情你沒有想過 原來好像平時沒有留意的部分 經過一些討論 甚至乎這一個這麼好的B Corp 這個assessment 其實是幫助不同層面的人 創造新的商機 就業機會等等的事情 真是幾不錯 這邊就是剛剛和社會有關 或者客戶有關 這就是環保方面的商機 多一點 可能越來越多人說 那些renewable energy 會不會是太陽能 那些東西 會不會是一個商機 會不會是 這個比較特別 就是減少一些有毒的產品 因為現在外國越來越多的清潔產品 其實他們強調自己是無毒 因為保障家裏 其實他們就要買成行成市 而很多B Corp 都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這對顧客來說 是一個越來越重視的東西 會會會 因為說實話 我家在殺從瑞都是 supposed 沒有毒的產品 你都會找到 因為你在家裏用 但其實你看到 整個季裏 這些產品 香港不多 但一般來說 真的便宜一些 那些產品 你在裏面紋 如果你對自己有健康上的需求 其實你會容易選擇 九二九四 如果多人要選擇 九會就被淘汰 那也是一個商機 這就是大家聽 他做過很多research 統計上很多公司 就告訴大家 原來有些新trend出現了 顧客越來越需要這些東西 你會不會可以提供出來 又解決顧客問題 又可以做到自己的生意 這個六條 我們還有三條 其實也不算很多 當然這是簡化版 但今天這個概念 大家會知道 這個B-Corp 在這麼多範疇裏 裏面包含在什麼地方 起碼有基本概念 為何這個工作這麼久 什麼事 你不要做到這間 才走來停 我是想去到結尾 這個已經是最後的部分 其實差不多最後 其實後面都是補充的問題 這裏也差不多 在這個測試的時間裏面 因為這個不是真的計分 所以他會有一個初步的result 給你 我們第四條 好 這裏就是你的產品有幾百分比 可能你只有一條產品線 你只會拿回給他知道是多少 然後這些就是 會不會說你有這樣的效果 你究竟是自己說 還是第三方認證了你去說 都蠻科學的去問你 因為我都知道西方很喜歡科學 但是在亞洲很多時候感情 或者覺得比較多 所以有些公司可能會有些挑戰 這裏最後沒有什麼特別的 都是問問Employ Worker 剛剛才提過 我們很快地去增加這個情況 恭喜 基本上完成了 我們可能用了比較多的時間 都是去解釋 但自己做的時候其實很快 因為我們一邊談一邊做 一般來說不用那麼久 這裏其實有三個選項 對 他建議你 要麼你可以直接做 Full Impact Assessment 就是講三百幾四百條問題 第二就是你可以先看報告 第三就是看有什麼地方可以更改 我們先看報告 但你填得很棒 這個就是因為我填得很棒 很棒 他就會告訴你 哪些是Above Average 綠色即是正 因為已經超過五萬間公司 用過這套系統去做 它應該是一個大資料很大的 基礎基礎 儲了很多資料 告訴你究竟你在這五萬間公司裏面 程度去到哪裏 你有40條是Above Respond 有一條是Average 有五條是Below Below那些 建議你可以進入問題裏面 再看看發生什麼事 會不會有些事情可以做 Explain 或者可能自己看錯 或者怎樣去改進 我想問 去到這個status 有一間公司已經初步了解了 我們What Next 可以做些什麼 What Next 就是 當然你可以用這套工具做完一次 知道了就算了 大概知道自己公司是好還是不好 去到什麼水平 去到好的水平 當然就恭喜你 繼續下去 但如果你覺得 我原來是想做一間好的公司 但我原來發現自己的公司是這麼差的時候 不用收拾他的方式 不用收拾他的方式 當然你要考慮現況 究竟是不是現在是survival stage 其實這些都未必是這麼快去想著的問題 如果公司是跟同事談過 跟其他的founders 投資者談過 發覺我們的公司無論如何 都要向著這個方向發展 這是我們的strategies 這是我們覺得我們公司同事 agree 要走的方向 其實可以進入細節 去看看這四十幾條問題 有哪些地方是特別關心的 特別覺得我們想進步 然後再進入 full impact assessment 針對著那一部份 去看看會不會有些 insight 讓你去看看是如何進步 一旦你真的打算承認 我覺得這套工具很有用 我想去知道更多 那你就做了 full impact assessment 快的話 其實就是五六個小時左右 你可以去go through 所有問題 差不多 不過說真的 真的要差不多這個時間 要時間的 而且要時間的意思 不是說你自己的founders 那麼簡單 而是你跟同事溝通 你的公司越來越大 你就要問不同的 HR、Operation、Finance 同事 拿很多資料 你才能完成這個b impact assessment 但是同時 會令你更加想 反思公司 400條問題答完之後 就會給你一個分數 那個分數會即時計算 然後你只要在裡面拿超過80分 你就可以certify 所以不用擔心這些問題 我們沒有答到 不用擔心這些問題 我們沒有不對用 不要緊的 只要你拿到80分 其實你就可以certify 當然你一是可以certify 成為B Corp 那就加入B Corp 這個家庭的一份子 但是也不一定 每間公司都覺得自己是B Corp 其實你看完之後 就有了一套guide line 給自己定期去檢視 公司究竟有哪些area 可以進步 如何去改進 一年之後 三年之後 五年之後 看回這套東西 公司究竟有沒有comparison 其實是給自己做一個benchmarking 以及也可以跟外面的公司做benchmarking 我對比外面公司做成怎樣 就真的是一個體檢 第一步你可以當作一個體檢 第二步就是真的可以申請成為Benefit Corporation 當你成為Benefit Corporation 其實我們就有很多東西可以合作 包括我們可以做一些一起做的promotion 因為大家都拿著同一個brand 香港我們也很想 越來越多公司加入之後 就慢慢建立這個brand 我們很aggressive 想可能接下來五年也好 十年也好 就是廣大的市民 都知道什麼是Benefit Corporation 好像fair trade 好像一些認證 推廣到全香港市民都知道 原來Benefit Corporation 是一個好東西 我值得花多少錢 或者就算相同價錢也好 我都會選Benefit Corporation 我們就會覺得這個社群 真的會發揮力量 當然這是很長遠的事情 但是在這個階段 你是否一個究竟 我們叫Elect Adoptor 就是在這件事未完全發生之前 已經take lead 你是一個領導者的角色 其實十年之後五年之後 大家就會看到 你就是當年期的一個領導 大家想一下 你的生業模式是否也想這樣 當然 最尾大家都想知道 Link Search 究竟收多少錢 這個一定要問 因為在生業上面 你的assessment不用錢 我也知道他們的consultation fee 都不收 因為他們本身都是推廣這件事 但實際上 我也知道行政費上 都需要收 如果真正要做這個certificate 這個certificate其實是很SME friendly 其實市面上有很多的 不是市面上 就是在外面 有很多不同的certificate 你可以拿去拿 是跟這些environmental 和social performance 有問題 但是這個制度 就是我們剛才說 2000間的醫療機器 是有80%的SMP 為什麼會這樣做 SMP 一例是 這套東西是很SME inclusive 你可以很簡單的上網 一年快就可以用到 第二就是收費是很貴的 第二就是收費是很貴的 第二就是 港幣的turnover 其實那個收費是說 500美元一年 就是幾千美元一年 其實相對來說是很便宜的 但當然它的scale 就是按你的turnover去計算的 當你過億的時候 它就charge你好金 就幾十萬一年了 所以對大公司來說 就叫做劫富製貧 這個制度 大公司就收了很多錢 作為行政費 已經有能力了 另外小公司真的象徵式收一個行政費用 希望越來越多小公司 標起土壤去影響更多的大公司 還有我們去多倫多的時候 都跟他們回來聊過 其實他們所謂的收費都是一個信任 其實他們有一半的營運來源 是來自一些基金會 因為其實很多學者 很多基金、慈善家 都很支持這個運動 都可能不斷泵水到這個運動 覺得值得支持 尤其是商界出身 很多慈善家都是商界出身 賺了很多錢 想著回饋這個社會 其實他們很多事情可以做 但原來由一個運動 推動商界本身去改進 他們很支持 所以這個收費真的不用擔心 是一個很低廉的收費 今天很開心和James 基本地講了一個框架 什麼叫B-Corp 大家有一個基本概念 但當然很基本的講到 已經講到幾重 好像時間會開始了解會長 但之後所得到的